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结束以来 中共内斗不仅没有停歇 相反还在升级中 突出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公安部高层线重大人事变动 11月19日 习近平最重要的亲信之一的王小红 将成为国务委员 公安部长召克制的继任人选 经过长达九年的努力 习终于将公安大权掌控在自己人手上 中共的政法机关 公检法司 公安一直排老大的位置 公安部历来是中共高层权斗必争之地盘 二十大以前 全国公安系统可能还有一批高官被拿下 二、突出习以不提习之争 六中全会决议把习摆到非常突出的位置 提到习近平达22次之多 提到邓小平仅6次 12月9日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的文章 改革开放是党的一次伟大决心 其中提到邓小平9次 江泽民、胡锦涛各一次 称赞他们对改革开放做出重大贡献 却一次也没提习近平 12月15日 《解放军报》发表永当咬牙干部一文 提及的人物有 邓小平、宋任琼、刘伯成、徐向前等 却只字未提习近平 三、张高丽性侵事件持续发酵 12月2日深夜 中国著名网球运动员彭帅突然在信浪微博发文 揭露前中共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性侵她的问题 声称即使已软即食、飞而扑活、自取灭亡 我也会说出合理的事实 75岁的张高丽性侵比她小40岁的彭帅 加上一个是中共最高层官员 一个是国际网球名将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以及众多知名人士发声 使这一事件迅速成为国际主流媒体争相报导的重大新闻 随着中共高层内斗的激化 不排除张高丽被抛出 四、花样年恒大、卓卓华背后的内斗 曾经背靠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 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赚得盆满钵满的珍宝宝 如今已到了借不到钱 还不起债、拆东墙补西墙的地步 这无疑是习近平与曾庆红恶斗的结果 习近平与江泽民、曾庆红的钱袋子之争 是真金白银之争、也是刺刀见血之争 目前习近平占据上风 但江泽民、曾庆红绝不会散罢甘休 5、上海小红楼色黑案背后的内斗 12月3日 中国经营报推出重磅报导探秘红楼 文章一开头就说 赵富强在上海实力洋场 成就了一段没有完结的故事 报导有图有真相 将红楼类皇宫般的豪华装饰展示给读者 奢华的红楼、美女、高官、性交易、黑社会、暴力 这些元素加在一起 立即引来无数微观者 到12月5日浏览量高达6亿 上海小红楼色黑案再次成为舆论聚焦之所在 6、打与不打台湾之争 在目前面临内忧外患全面危机的情况下 争取明年中共二十大上三连任 是习近平的首要目标 习近平在二十大前打台湾 既不得天时也没有地利 更没有人和 只能激起国内外所有反习势力联手 群起而攻之 把习近平赶下台 对习近平来说 这不是下下策 而是预制习近平与死地的邪招 习近平最大的政敌江泽民、曾庆红 却恨不得习近平立即攻打台湾 以便习近平成为千夫所指 万民痛骂的焦点后 把习近平拉下马